如果说旅行是体验另一种生活 那融入当地人生活 就是享受旅行最道地的方式 为了让更多国际旅客 有机会深入了解台湾文化本质 2010年时 中华民国交通部观光局 将全台湾分为六大区 推动国际光点计划 来鼓励各区发展特色商品 文艺活动 展现地方生活美学 而北区国际光点计划重心 就在康青龙生活街区 在台北市的永康街这里 新兴的一个生活圈 称之为康青龙商圈 许多国际观光客 喜欢来到这里的原因 是因为在这里 不只有台湾制造的商品 还有很多很多 来自世界各地的商品 等待您来这里发掘 在康青龙这里 聚集一间间独特性格小店 茶坊餐厅 加上时尚和古典交错的工作坊 孕育出精致空间 形成另一种闲适自在的生活文化 而四处弥漫的书香 茶香 咖啡香 更让旅行者有一种 品味生活的悠闲感觉 另外来到永康街 绝对不能错过的 还有这碗蜂蜜亚洲的芒果冰 它是甜蜜 然后冷 我放在我的嘴巴里 它就滴了 它味道很美 当我来到第一次 我像你一样 现在我越来越多 因为所有的美食物 我们很忙碌 看这些食物转转 吃饭 午餐 我们就来到这里 很美味 除了享受美食 康青龙也是个寻宝天堂 许多艺术家在这里 贩卖各种精致手工小物 要用心让每一位旅客 感受到最单纯 最原始 也最触动心灵的生活艺术 精致美丽的艺术品 不只在街头小店里面看得到 现在在台湾 兴起了一股 时尚精品旅馆风潮 也就是在整间饭店里面 结合了艺术家 还有建筑设计师的创作理念 让每一间房间 每一个角落 都充满了艺术氛围 置身在其中 你就可以充分地 去领略到 不同的住宿体验 那65个房间用了 大概700多种元素去打造 蛮高的比例都是由木栏 很精心自己设计 自己开模 甚至自己制造 又或者是很多的家居家室 都是从东南亚那一边进口进来 那我们每个房间 都会用很大量的大理石 那这个都是目前在台北市 旅馆很少见的一个操作的手法 从台中发迹的台湾汽车旅馆文化 在庞大竞争压力下 造就一间间时尚精品旅馆诞生 相较于五星级饭店 一贯沉袭的服务设施 时尚精品旅馆呈现的 是每间房间风格色系各意齐趣 置身其中 仿佛远离返消都市的 悠闲度假感受 我们一直很想要推广给消费者感受的 就是城市度假风 把我们一些自然的植栽造进 给导到我们室内的房间里面来 那我们会确保不同的树种 会在不同的季节 在木栏的一个景观里面 会有不同的一个化海的一个呈现 那像这个房间 它会有一个专属的户外露天的游泳池 跟一般五星级的房间 比较起来是便宜很多 但是它能够体验到的 房间的空间的屏数 或者是享受到这些 自然元素的一些氛围 都是一般五星级饭店 它所不能够呈现出来的 时尚精品旅馆为旅客提供的隐私 不只有私人空间 连用餐时刻都可以选择 餐点送达服务 在房间就能享用顶级美食 或是到装饰奢华的餐厅 细细品尝 主厨特制餐点 也是另一种浪漫体验 是以中华料理为主要的特色之一 像我们有一个大红灯笼 就是我们店里的招牌菜 我们主厨特调的那个粉 松药粉下去调 对那香气都很足够这样 在台湾有许多地方 值得放慢脚步用心品味 如果能从不同角度看台湾 您会发现旅行台湾 充满着无限美好与惊奇 大家很友善 我们在台湾的生活中 我们在台湾的生活中 我们的生活中 我们在台湾之间 我们在台湾之间的工作中 我们希望做到一份的工作中 我一定会再回来 18台新聞劉怡君吳宇芝在台灣台北的採訪報導